一、中週刊 股市大喜大落李承澤醒來贏錢被招 2015年7月15日神機秒算B 188-189李承澤上升其中港股市出現超大波動 一日之內最多跌2000點,但之後兩日卻又每日大升800多點 瞬間收復失地,其大喜大落的情況實在讓股民膽戰心經 不過,其實李承澤師傅早在今年年頭推出的喜喜揚揚生肖運情書中 就已準確地預言股市會有巨大波幅 就連新沙士疫症爆發,亦早在年初準確道中 超準確預言李承澤師傅早在年初,接受傳媒訪問時就增預言 下半年,有一次月傳食於新曆9月28日出現 這次日傳食的效力較大,有效期為60日 在這段時間內,會發生一次股災,此將會在21000水平徘徊 近日香港和國內股市就同時出現大變動 另外,在喜喜揚揚一書中,李承澤師傅就指出 2015年,金融大額有極大機會衝擊香港的股票 港元或其他經濟事務,想把香港迫向死角 同樣,香港亦會把這些外來投機者迫向死角 預言了今年香港股市的情況 對於疫症爆發,李師傅就早預言 一股黃黃黑黑的異物,從外地飄來香港,湧來香港 令香港遭受污染,它是另一種病毒細菌 隨時有機會變為另一個SARS年 準確地說出了這個陽年,會有新SARS 這種病毒出現或爆發 農曆10月再跌李承澤師傅就預測陽年下半年的投資、經濟等狀況 下半年香港經濟仍然有機會出現大波幅 特別是9月28日,會有一個月全食發生 在這天的前後60日中,經濟和健康方面受到很大打擊 大家注意個人圈插PL,投資設計太進取 另外,陽年始終是一個問題年 一日未過完陽年,一日都不要輕舉網動去投資 最少也要到農曆10月後,佳因農曆10月的柳月飛升 會再度出現五黃入中的情況,代表金融業受困 有再度出現大跌幅的可能,李承澤師傅更提醒 明年後年是一個熱症爆發的年頭,各位必須謹慎小心 神機小貼士吹吉贏淺旺財招要想在這個風高浪急 危機重重的故海中找到贏淺機會,李承澤師傅就交各位兩招秘技 一、陽年財位在北位,家居方面,可在北位放如江或流水擺設 有助提升財運,二、衣光煞情、亦記穿紅、橙和紙等顏色 而令情勢波動,應該以多穿藍、淺灰等調和式系 令人教理智分析,投資就交能得心應手 原學顧問李承澤民自整理梁文威插圖,設計楊全校 毛录音 復朮末